今天去房间看电视好了 现在已经瞬间回到房间 其实也没有瞬间 不就是两步的距离 当初因为我们装潢的时候 房间的空间没有到很大 然后也没有额外的空间 可以再摆一台电视 所以呢 就之前都一直没有办法 在房间追剧 就是完成我躺着追剧到睡着的梦想 自从有了这台WAPO LS6之后 就实现了我在房间追剧的梦想 可以每天看剧看到睡着 就是到哪都可以追剧 因为它内建充电电池 所以你充好电以后 你看它是可以不插电使用的 再来就是它的萤幕缩放的范围 可以从40寸到120寸 120寸有多大 其实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大 所以呢 你就可以依照比如说你房间啊 或者是你家里面的那个空白的墙壁呢 来调整你的萤幕的大小 现在就让我们来实际的使用给大家看 长按就是开机好吗 你看开机以后它这边就亮绿灯 就代表它是充好电的 充电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方便 就是当你带去户外 比如说你去露营 或者是你去不方便有插电的地方呢 一样可以享受追剧跟听音乐的乐趣 然后它还有一个很棒的重点就是呢 它可以自动的梯形校正 比如说你从眼镜放鞋的 那它有可能会上短下长或下短上长这样 只要开启它的自动校正的梯形功能它就会 欸它现在给我在更新欸 我现在没办法 等它跑一下好吗 这也是它的优点之一 记得把它剪进去 就是你不用再去它的官网 自己在那边下载什么更新的软体 它有新的软体它就会直接帮你更新好吗 然后我们一开机的时候呢 画面可能会有一些 觉得欸怎么这么不规则 这时呢就要来 像我用刚刚我讲的校正设置这边 它有一个T型自动校正把它打开 它就不会这么斜 萤幕是不是有点太大 因为会凸出去 我们就可以用画面缩放 来把萤幕缩小到你觉得适合你墙壁 或是适合你们家里的大小 然后你还是会觉得画面有一点点斜斜的 没关系 这时候它还有一个功能是 四点校正 四点校正呢 就是你可以把它依照你想要的去调整 四个点它的位置 再来有一个设置的地方 就是你第一次用的时候 一定要去连我们的家里的无线网路 它才可以连接你所有想要看的平台 好 再来我们就可以来看有什么剧可以追咯 最近的话呢 像我Netflix就是主要就是在看黑暗荣耀 黑暗荣耀应该大家都有看吧 我想它应该是最近收视率最高最高的一部韩剧 今年可能都很难有人可以超越它 再来像我还很常看的还有Disney Plus Disney Plus最近呢除了小孩可以追就是各种卡通之外呢 最近它有一部狗血剧 也是我个人非常推荐 叫做潘朵拉 什么遗失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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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它名字很长 YouTube就不用讲嘛 YouTube就平常可以看看一些影片啊 看一些我喜欢的YouTuber啊 还有像Line TV跟爱奇艺 我平常就会拿来追一些韩重 因为它上面的韩重就会很多 所以它上面有各种不同的平台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喜欢的来去做选择 总而言之就这一台LS6里面它有所有你任何需要的平台 啊对对对 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它有内建不同的第四台 有公式民事购物台都有 然后像因为其实我们平常的电视 我已经没有装第四台很久了 那有了这一台以后 有时候你想要看的节目是在第四台 比如说像运动赛事转播这种 不会在Netflix上面的话 你就会很需要第四台 那这一台也通通都有 好我们现在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这一台WAPO LS6的功能以及外观 它的外观呢其实非常的轻巧 你看我一只手就可以拿 还可以拿来练一下重讯 重量其实非常的就是适合随身携带 大小也是 就是你带出门去露营 或者是去户外 或者是去住饭店的时候 都是蛮方便可以放到行李箱里面的一个东西 接下来我觉得它跟之前比较不一样的是 它的有多了这一个手机的立架 你可以把它当成手机架 那除了手机架之外呢 大家有看到它这边有一个充电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可以发电 它可以帮你的手机无线充电 我觉得这个功能非常的好 因为其实这边有一个手机架 你有可能把它放在这边 要投影你手机里面的东西 那你可能怕手机很快没电 它就可以帮你的手机顺便无线充电 这个功能是新的 我觉得很贴心 但是要比较注意是因为你充电 你会怕说本身桶机太快没电 所以会建议是要插电的时候使用这个功能 建议是自己的插电 就是插着电使用 它才可以好好的充电 那好好的投影 不然就很快就没电了 干嘛威胁 干嘛威胁别人 你不插电它就是不会爽 哦OK好 反正呢你要充电的话 你就是要插着电使用 OK好的 接下来 怎么样 一直有人要在场外跟我讲话 是 今天 为什么 现在你是不是在录我们 哈哈哈哈 这比较爽 哈哈哈哈 这比较爽 哈哈哈 这比较爽 难得有化妆啊 自拍箱 然后我自己使用下来的心得 我觉得它的 荧幕的饱和度跟它的亮度 我觉得都非常的让人家满意 因为它有300的流明度 然后呢 它的 荧幕的颜色 就是跟实际上 比如说你电视看的也不会差到太远 然后我要建议大家 因为其实毕竟投影 它还是适合在比较暗的地方 它的效果会是比较好的 所以如果你们要使用投影的时候 建议它的空间是可以是全暗 或者是尽量是漆黑的状态 以上呢 就是我这次要分享给大家的 Ovo的WAPO LS6的投影机系列 然后呢 我试用的这一台呢 它是它的质感黑 经典色啦 就是黑色 然后它们会推出一个新的颜色是 超美的白色 我自己非常喜欢白色 有没有很漂亮 就是很可爱 很适合融入家里的装潢 然后呢 白色我觉得也非常的美 然后功能也是一样的 那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一样呢 可以躺在床上追剧 但是又不想要在就是房间硬要安装一台巨大的电视的时候 我觉得投影机这个东西就非常的适合 基本上我有了投影机以后呢 我就真的没有在客厅追剧过了 因为客厅的沙发怎么样躺 都不会比床好躺 而且你看一看 然后你就可以马上的睡着 我觉得这是非常爽快的一件事情 可以帮你翻译 但很老张啊 我跟你说我现在发明的一个就是我拍一伸手 他就会关灯 我有身空 我有身空 没有没有没有 我那时候看那个 《浪漫速成班》里面那个男主角 他的家就是那种身空 就是拍一下手 他灯就暗 睡觉前 然后我就跟老张说 我也有欸 然后我拍手 他就直接把灯关掉 所以我现在就是拍一下手 他就会关灯 就可以开始追剧 然后再拍一下手 他就去帮我关灯引擎 我觉得你们不用买智慧家电 你们就是好好训练老公 就可以达到 不需要安装智慧家电 希望你们喜欢我今天的开箱影片 然后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去我的贴文下面 应该会有购买连结 嘿嘿嘿嘿 大家可以去官网逛一逛 就这样啰 拜拜 那你拍一下手 不是 你 我要拍完才能关啦 再一次 好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影片喔 拜拜 那你拍一下手 我要拍完你才能关了 你 太快 不然然后你才能关好不好 好 这是老张的工作啦 好